还真别说 这事倒挺适合你的 站累了吧 还行 你看那皮鞋尖的 跟锥子似的 能不累吗 客人来了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请问二位是住宿啊 还是用餐 住宿 住宿请这边来吧 来 把箱子给我吧 我去 展闪 别生气了 你等等 展闪 你听我解释 我想听你解释 你别跟着我 你说你至于那么生气吗 怎么不至于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展闪 你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要再这样的话 别怪我给你翻脸啊 你没长眼睛啊 展闪 你没事吧 展闪 展闪 你没事吧 展闪 你没事吧 滚开 展闪 展闪 哎 你给我踩了 我昨天真的是 没事吧 脚 没事 就是鞋可能坏了 你说你 你挡谁道不好 你偏偏挡大小姐的道 全酒店谁敢惹她 就你敢 完了 行 这里坏一双新的吧 先回原味吧 你呀 大小姐的高跟鞋够瘦了吧 你也别说 你这头一天上班啊 就让大小姐的高跟鞋给踩了一脚 这一脚啊 没准你就走运了 快别开玩笑了 快快快 大小姐来 大小姐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你才能不生气啊 我没想着你怎么样啊 所以别再跟着我了 哎 我说 你看什么看啊 没看到客人要走了 请慢走 哎 杉杉 你听我解释 哎呦 我昨天真的是睡着了 我上了你晚上的网啊 这是理由吗 你睡着了 你看我在电影院门口 等了你三个小时 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 我不想提你给你解释 哎呦 哎呦 你要是在我这儿呢 哎呦 你听我解释吗 哎呦 哎呦 你要是在我这儿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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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大小姐的男朋友 俩人从高中认识的好像 听说他爸啊 是政府官员 三天两头吵架 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了 大小头啊 哎 好像是大小姐的声音吧 哎 该不会是大小姐的包被抢了吧 我去看看啊 快快 飞着他 飞着他 快 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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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偷 给我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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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跑啊 记着追啊 哎呀 哎呀 你等等 我去开车去啊 哎 还干什么车呀 等等 走 抓小偷啊 放开啊 这就这就不够人了 哎 别追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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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我的妈啊 好 你出来了 我都去跑你出海里面的啊 站住 我走啊 别停别停 快去 我没拿我车没油了 那就跑 撤不要了 跑 哪能拿我车一万多了 那得推着手 我小的跑得太快了 站住 快推啊 快推 你使劲 站住 站住 放开我 快 抓住他 站住 别动 别动 看苍武大小姐在包 一会儿啊 就把你们送过去去 老实点 怎么是你啊 你不是要买服装吗 看男人的鞋干吗呀 我今天就是想看男鞋 关心关心 谢谢 来 妈 这牌子特好 我就找这牌子 你要干吗 这牌子男鞋啊 特别的舒服 而且款式也不错 来 服务员 这个吧 还有这个 那个 这个吧 那个 一样一双 这么多您都要啊 对啊 都给我包起来 好 这个 这个也不错 服务员 这双我也要 好的 你说宝贝啊 嗯 你买这么多男鞋送给谁啊 这个你就别管了 我想把这些鞋 当作礼物 是不是送给瑶瑶的 男鞋肯定是送给男人嘛 咱俩也穿不了 男人多的是 你到底送给谁啊 妈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行不行啊 你让我保留一点小隐私 反正不是男朋友关系 这点你可以放心 大小姐你好 谢谢你来 请再来 谢谢 我肯定 你不会忘记这个美丽的城市 和我们的酒店 我们会一直等待你 当然 我的亲爱的朋友 你的英语非常好 谢谢 再见 好幸运 谢谢你 I hope we will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and good luck Thank you 真是看不出来啊 你的英语发音这么的纯正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吧 应该还不算吧 我今天刚考上的 还没开学呢 是吗 那你考上的是哪所大学啊 我可以不说吗 那 你不想说就算了 你的脚好些了吗 我的脚早就没事了 那我就放心了 给 这什么呀 鞋啊 赔给你的鞋 你拿着吧 你的鞋是我踩坏的 我赔给你一双也是应该的 谢谢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这双鞋 我是不会要的 哎呀 买都买了 你还不收 你想让我这么一直举着呀 拿着呀 你们快看 这衣服 可真土 就像旧社会的丫鬟似的 穿上这个呀 可不确像丫鬟吗 哎 你穿这只衣服挺好看的 配你的大辫子 真合适 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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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啥呀 我都不敢走出去了 我担心麦婷看见啊呀 压根就不认识了呢 昨天的事真是谢谢你了 你不是已经谢过了吗 我是说 还有那天你帮我捡东西的事 我还没有谢呢 那你还要怎么谢呀 其实咱俩挺有缘的 咱们两次见面 要么是我撞你 要么就是你撞我 所以我决定了 为了表示对你的补偿 还有感谢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你该不会拒绝我吧 谢谢 不用了 我是不会去的 那喝杯咖啡总可以吧 对不起 现在是我的工作时间 请你不要妨碍我 你还真会惹人面子啊 这该不会就是你的个性吧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直接的拒绝一个女孩子 是很不礼貌的 对不起 我们出生不同 你可以不用担心工作随便聊天 但是我不行 我只有好好的工作 所以我才可以有饭吃 所以很抱歉 如果你想聊天的话 请找别人吧 我 行 这鞋 我就给你放在这 要不要是你的事 门口就有垃圾桶 你不要的话 所以怎么处置 等一下 大小姐 鞋你还是带走 我是不会要的 爱要不要 随你的便 反正鞋我已经赔给你了 顺便和你说一句 你这尖头皮鞋 实在是太难看了 这些鞋不是要送给瑶瑶的吗 为什么送给酒店的门童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没弄错 我亲眼看到大小姐送来的 我觉得这不是现小事 所以就扣了下来 您看怎么处理好 哦 放着吧 愣一下 我问你 这些鞋被扣 大小姐知道吗 大小姐不知道 那个门童也不知道 我觉得 这不是现小事 所以就来告诉你 您看 最好 不要让大小姐知道 是我 我明白了 你去吧 那叫我出去了 谢谢 我 大小姐您好 妈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啊 我买的这些鞋怎么在您这儿啊 我还真要问你呢 珊珊你干嘛去 珊珊 你什么意思呀 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看不出来 你是这么龌龙的一个人 如果你觉得我送给你的鞋 会脏了你高贵的脚的话 你可以把它扔了 我不会怪你 为什么要让他出现在我妈妈面前 是为了讨好上次才这么做的吗 还是故意要取笑我才这么做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别太壮了 你举别的让人讨厌 我这辈子都不怕想再见到你了 大小姐 慢走 你不知道上班时间又穿脾鞋吗 大小姐 您好 对不起 经理 我 我忘了穿了 大小姐好 对不起就行了 上班时间不按规定着装是要罚款的 你知道吧 啥别说了 不按规定着装 扣你一天工资 明天你还不按规定着装 我就扣你两天工资 听到没 行啊 麦田 大小姐来了 你还真有个性啊 你还真有个性啊 应远被罚款都不穿我送给你的鞋 是因为那些鞋都不合脚吗 看在大小姐的面子上 把罚款改为警告 记住 下不为例 听到没 别紧啊 她没穿皮鞋上班就是她的错 咱们公司应该赏罚分明 首先 她违反了着装条例 其次 也影响了咱们酒店的形象 那如果不罚她的话 怎么说服其他的员工啊 对 大小姐说的对 对这种公然违反着装规定的员工 就不应该心思手软 否则 怎么能让别的员工心服口服啊 是吧 大小姐 顺便跟你说一声 如果你一个星期之内 还不穿我送给你的鞋 那我就继续给你送 本大小姐的鞋 要多少 有多少 终于让我见到你了 你找我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见你了吗 听说 还有三天你就要离开这儿了 是真的吗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考取的是哪所大学啊 对不起 这可不方便告诉我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 你该不会是这辈子都不想跟我见面了吧 这样不是更好吗 好什么好啊 那我要是想你了 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我不管 今天你必须要告诉我 我真的不方便告诉你 哎呀我都说了 是必须的 你必须得跟我说 不然的话 我就不走了 我但是这下 急后啊 我 我知道 在你心里面 除了卖田 就是卖碎 那你想想 在这个大城市里面 咋应该算是 最铁的程度吧 嗨 听哥们跟你唠唠唠唠几句 这点情谋还是应该有的吧 有啊 不听着呢吗 你快说吧 别以为你智商有多高呢 哥们能找你聊天 是因为我瞧得起你 知道吗 赵远 你到底想不想让俺听了啊 别别别别 听听听 你好好听 那哥们现在就开始说了 你就赶紧说吧 葵华 哥们进城这么多年 苦苦挣扎到今天 是饱经了人世的冷暖和沧桑啊 庄远 你没头没脑的 你到底想说啥呀 不是 信你 哥们跟你说实话 说来说去 我就是为了你跟麦田捏了把汗 你为了 你啥还牙脸好好的 不是 你怎么就不能动脑的想想呢 就算有一天 麦田大学毕业了 要想娶你 可你不还是个农民吗 人家是国家的栋梁 天壤之别呀 你还好意思嫁给一个大学生吗 赵远 好话说三遍 狗都不稀罕 你老说农民 那农民到底咋了 那麦田考上了大学 他就不是农民了 你叫什么劲啊 一说你是农民 你就开始叫劲 你再来劲 你不依然还是个农民吗 这农民他也可以有出息的 你看人家江总 他原来也是个农民 可人家现在盖了那么大的酒店 那也算是为国家做出贡献了 庄远 你做梦都想成为人家那样的农民吧 是不是 行 我说不过你 你说得太有道理了 喝酒 赵远 俺真不能陪你喝了 俺赶时间 不是 你这牙子说要半小时还真要半小时怎么着啊 不走还等啥呀 不是 老板 打包 看来你真的是不想告诉我你考的是哪所大学是吗 我一共还有三天的上岗时间 希望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 好吗 行 看来我们家酒店失去你这样一个敬业的门童 还真是我们家酒店的损失啊 好吧 那我们就有缘签你来相会吧 慢走 大小姐 再见 我可没说 这是你说的我们再见 那我们就再见了 大家点个门童 你好 欢迎光临 把行李给我吧 里边请